海参 这个是泡好的 这里是8斤 第一要给朋友发走的 现在要打真空 一包都是疫情多一点点 全部都是订出去的 这些安排了 等一下还有一些泡 迟一点就可以捞出来打真空 今天瓦肉也很亮 这个土猪来的 非常亮 婆婆今天要买了这么多排骨 这里有15斤 我们家也是冰箱经常会留一些排骨的 我说小孩子想要吃的 就可以拿出来煮 不用直接买 它这个位置的排骨只有15斤 剩下这个要放到冰箱室 这个也是跟排骨一起的 这个是像骨头一样的 骨头就挑出来煲汤 这两包留起来 今天中午拿来蒸的 这个比较多 生葱 还有油 两勺生粉 这就是婆婆清蒸排骨的做法 蒸的很简单 一看就会的 有很多朋友都说排骨蒸出来 又老又鹰 今天婆婆就给大家分享最简单的方法了 喜欢的可以试试 不懂的可以给我留言 现在就直接放到这个盘子 下午直接用这个盘子来蒸就可以 今天这个排骨也是很大块 腌制久的话 它就是会蒸出来 会更软一点排骨 不会老 吃起来 然后更入味 现在这样就可以了 今天蒸的比较大胖 因为下午牛回来蒸多一点 牛一点给我给它放学回来吃 很多朋友都不知道怎么做 其实我们做法很简单的 今天我就拍一下这样给你们看 等一下蒸的话 就直接蒸个20分钟左右就可以 那蒸就上来 中午才蒸的 厨房都是醋味 婆婆刚炒的海带丝好吃 海带丝还有木黑木 没有加辣椒哦 我们等一下吃的时候能吃辣的 再来拌一点辣椒好吃 这个春菜包 我们这边喜欢春菜拿来包骨头 砂锅包的才好吃 上锅蒸了 这个比较大 25分钟可能要 这个是淮山汤 淮山瘦肉汤 海带丝 这么冷还出去外面逛 你怎么在这里 没有去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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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了就好了 可以了 好香啊 这个排骨 香菜是 好多肥油啊 排骨太香了 清蒸排骨 原汁原味 超级香 太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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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子全部 打开 我们又来吃饭了 今天淮山瘦肉汤 开饭了 淮一点排骨汤给公公 哇 这个汤放放最香的 超级下放 再来一块排骨 这个排骨也是婆婆专门挑出来 挑这些中间断的来蒸 然后那些边边嚼嚼 那些拿来煲汤 那些果 最近这个马头鱼超级新鲜 很肥 身都是圆圆的 肉很厚 然后鲜鱼也是 这个鲜鱼鱼 这个鲜鱼鱼 口感很脆 比较鲜甜 我们家也是炒一点蒜头 补下其他调味的 生抽蚝油全都补下的 很甜 这样我放给你 好香啊排骨 老是要涂着衣服 不错 不错 这样 加骨 牛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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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叫 这个海带 放一点辣椒才好吃 牛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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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 这个不挑食什么都吃 这个鲜鱼很脆的 头发 尝一点辣椒 鲜鱼真的很脆 主要新鲜 吃饱了又来加汤